无思想的存在者 孔子说过过罪于天 无所导也 所作所为得罪了上天 又为天理 那么祈祷再多也是没有用的 于所否者 天厌之天厌之 做了违背良心的事情 上天就会唾弃我为为乎 为天为大为大 只有天最高大 天孔子孟子思想中 天似乎也是能安排一切的主宰 孟子也说过天将将大 忍于私人也 必先苦其心智 劳其精骨 恶其体肤 空乏其身 情浮乱其所为 所以动心忍性 增益其所不能 道大道无行 生欲天地 大道无行 运行日月 大道无明 将将万物 无不知其名 向明曰道 心境经 有一位真神 自从造天地以来 神的永能与神性 是明明可知的 日记事也不能见 但借着所造之物 就可以晓得 叫人无可推诿 罗马书 第一章 第二十节 我们要如何向人证明 真正有一位上帝的存在 虽然上帝的存在 不需要 也不可能用人的方法来证明 但是很多人 都不由自主地相信 宇宙当中 必然有一位 冥冥中的主宰 在我们生活经验中 当我们尽了 所有的努力 常常会带着 希望说 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生 死有命 富贵在天 当事情不太顺利时 我们也常安慰 自己说 天无绝人之路 若事情已经绝望了 我们只好 叹齐天不从人愿 最后事情 若起似回生时 我们会高庆的说 天底朝朝 老天有眼